小妖忽然开口 生命之术和精灵们 都是你创造出来的吧 有着妖精界的她 对于创造 有着天生的渴望 不过她倒是一点也不客气 至少不像在面对 奥萨罗和诺威尔的时候 一副罗迪特 好笑地瞥了小妖一眼 然后对苏菲道 你的妖精很可爱 自从创世神大人离开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妖精了 她停了停 转头对精灵女王道 伯尔 我有话要单独跟苏菲讲 你们先退下吧 谨遵女神法治 那些张大了眼睛 惊讶望着苏菲 小妖和生命女神的精灵 齐声应道 他们在精灵女王的带领之下 纷纷离开了生命大殿 而当他们全部出去之后 大殿的门自动关上 一道有着浓浓光明气息的结界 挡住了所有的窥探 假如有窥探的话 不过 就在大门关上之前的一瞬间 有一道白色的身影闪下来 不用问 当然是小雅小姐 这次 她变成了一只白色的 有着毛茸茸尾巴的右狼 伊夫罗迪特轻轻地 吁出一口气 在苏菲和小妖 诧异的眼光中 她轻笑起来 有时候被人敬畏着 真不怎么舒服 尽管的一身姿态 神情 语调 仍然有着浓浓的母爱之情 但刚才她身上 一直散发着那些圣洁的光辉 却被完全收敛了 你 苏菲恶然 她完全没有想到 圣洁而美丽的生命女神 在离开众精灵之后 会突然发生巨大的改变 这改变 让她显得非常亲切优雅 尤其是她温暖的笑容 一下子获得了苏菲的好感 伊夫罗迪特 瞅了一眼 吹着自己尾巴 玩得正欢的小狼 然后走过去 拉起苏菲的手道 我的朋友都叫我伊夫 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吧 其实苏菲已经努力 让自己淡定了 可是她真的有些适应不良 生命女神 难道她听诺维尔 说过自己吗 我在做梦 苏菲看了看小妖 而对方脸上的亚人之色 比自己更深 别紧张 告诉姐姐 你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 来找我的吗 伊夫罗迪特一边说着 一边挥手让神坛周围的 木制柱子长出枝丫 瞬间变出了漂亮的 带着蓝色叶子的桌椅 然后向着苏菲 做了个邀请的手势 啊 苏菲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又被她的问题吓了一跳 姐姐 找她 什么时候自己又生格 成了生命女神的姐妹了 哎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耳边传来小妖细细的声音 她拼命地眨着眼睛 疑惑地望着两人 那个伊夫 我以前应该没有跟你见过面 而且你是不是弄错了 苏菲扎巴扎巴嘴 不知道该怎样往下说 坐下 坐下说话 伊夫罗迪特微笑着 用眼神示意她 苏菲一眼坐下 出乎意料的是 那些有着叶子的椅子 坐起来 是如此的舒适而有弹性 她的嘴角的弧度扩大了 看来这位生命女神 是个妙人哪 原来我很着急的 因为生命之术的气息 已经越来越热 基本上 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 她摇摇头 透亮清澈的眼睛里 蒙上一层雾碍 没想到今天竟然会有 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说着 她双手捧起那节树枝 满怀爱意地看向她 我能问问 这究竟是什么树的树枝吗 生命女神的语气 令苏菲感到震动 看来那节树枝果然沸痛凡响 谁知伊夫罗迪特 惊讶地望了她一眼 我以为你知道呢 她顿了顿 这其实是创世神大人的东西 具体是什么树的树枝 我也不清楚 苏菲没有结化 她感觉到自己的神经 已经变得强悍起来 创世神大人的无聊行径 她已经见识过不少了 可是伊夫罗迪特 接下来的话 却让她大吃一惊 而生命之术 其实就是用与她完全相同的 一节树枝培育出来的 啊 两声惊呼 苏菲和小妖对望一眼 他们在彼此的眼中 看到了难以置信的光芒 有一次神王带我去拜访创世神 临走的时候 会在地上捡到的 伊夫罗迪特眯起眼睛 好像在怀念着什么 接着 她的眼睛亮了起来 啊 没想到啊没想到 居然又有一节同样的 苏菲 我太高兴了 苏菲揪揪头发 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地上剪的 这么说 我们可以再弄一棵生命之术了 小妖拍手 她倒是马上接受了这样的说法 伊夫罗迪特摇摇头 她温暖的视线落在小妖的身上 妖精 叫我小妖 小妖 不瞒你说 生命之术其实并不是算我一个人的作品 伊夫罗迪特语出惊人 事实上 培育她的时候 神王包了很大的忙 她的说法 苏菲虽然有些意外 但却并没有半点的怀疑 在见识过与神界相处于同级别的魔剑之后 她早就对此深信不疑了 生命女神应该也是神族一员 就算她再想打 假如没有创世神的认可 或者她所说的诺维尔的帮忙 是不可能创造出生命和生命之术的 毕竟生命之术在索尔所共大陆 是特殊而神奇的存在 而创造生命之术和精灵这样的能力 在苏菲看来 已经可以直追创世神大人了 看来想要再次培育出一棵生命之术 还得请神王大人帮忙了 苏菲望着伊夫罗迪特问道 生命女神眼中光芒闪过 是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 苏菲忽然问道 听说世界上只能有一棵生命之术 是吗 如果重新培育的话 那原本的那棵 原来那棵不是还没死吗 挤开魔毒不就行了 还是说魔毒解不开 小妖咯咯地笑起来 苏菲 你这哪是一个问题啊 伊夫罗迪特也跟着笑了起来 她的笑容让她变得有些孩子气 苏菲暗道 难怪诺维尔称她为小伊夫 圣洁 美丽 母性和孩子气混合在一起 或者还有其他的 苏菲没有发现的特质 生命女神果然是个特别的人 其实 这世界上能有一棵这样的树 已经是创世神大人格外的恩惠了 伊夫罗迪特的神色凝重起来 所以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解毒 生命之术所重之毒 却不是普通的魔毒 我已经看过了 如果不是魔王大人亲离 任何人都可能解不开 小妖和苏菲同时轻忽 两个人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 那么严重 叛逆者居然拥有这么厉害的魔毒 还真要去找奥萨罗吗 一想到自己和她之间的事 苏菲就有些懊恼 所以现在怎么办 小妖问道 要不然就得去求神王大人 我一直以为有了生命之术的树枕 就可以种出出来呢 伊夫罗迪特撇撇嘴 我是不会求魔王大人的 尽管魔族应该对此事负责 他脸上的伤感 更加凸显出他的母性气质 生命之术与其他树不同 他结出的种子有着生命的精华 能够起到生命延续和提高实力的作用 他的话 立即让苏菲想到了百瑞萨 假如不熟知百瑞萨 为了得到神随珠 对魔戒神兽加磨诺罗下毒手 小黑也不至于到现在 还没有见过他的父母 他迟疑了一下问道 那生命之术的树种 没有被盗吧 这个问题 让伊夫罗迪特的眼神暗了暗 过了一会儿 他才道 最先被盗的就是树种 沉默 大殿里顿时安静下来 小牙虽然变成幼狼 可是他的叫声 却仍然与原来相同 那声音打破了沉闷的气氛 你真可爱 你叫什么 来 到阿姨这里来 让阿姨抱抱 伊夫罗迪特突然向小牙招手 同时手中不知怎么的 多出一只粉红色的棒棒糖 而小牙也很知趣 毫不犹豫地一蹦 就跳到了伊夫的膝盖上 这一箱那小嘴已经含住棒棒糖 吸顺起来 瞬时间 就在白色的衣裙之上 留下了几个灰色的小爪印 苏菲连忙说道 他叫小牙 对不起 那个 他指着衣服衣裙上的爪印 直觉地想要道歉 却忽然觉得 自己的表现 有点像地球上的父母 在未调皮的孩子 向宾客致歉 十分地好笑 连忙打住 伊夫罗迪特 似乎毫不在意 伊夫的事情 一边充满爱意地 用手轻轻地 抚摸着小牙的皮毛 一边却开口说回来正题 我虽然找不到 被砍断盗走的 那部分生命之术 但却可以感觉到 他的生命精华 已经不存在了 苏菲 我们已经解不了魔毒了 可有了这段支押 我的精灵孩子们 就有救了 浓浓的母爱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令得苏菲和小妖 都动了容 所以苏菲 只听他接着道 帮我一起去求他吧 苏菲愣住 谁 当然是神王啊 伊夫罗迪特 好笑地眨眨眼 啊 我 苏菲惊讶地直指自己 我和他其实不熟的 他摇摇头 他可没有那么大的面子 好妹妹 他连皮礼服集 都送给你了 伊夫罗迪特 朝小牙扬扬下巴 脸上露出 单纯而孩子气的笑容 在我面前 不用隐瞒的 苏菲 我很喜欢你 听了伊夫罗迪特的话 苏菲马上明白过来 原来他是以为 自己和诺维尔之间 有着什么暧昧的关系 这个误会 可真是令人恼火 伊夫 你误会了 我和神王大人真的不熟 他正色的 他是看在奥萨罗的面子上 才送我的小牙的 啊 小牙 就是这只 霹里服集的名字 果然 伊夫罗迪特的眼中 闪过了一抹亚人 奥萨罗 你认识魔戒之王 是的 苏菲点点头 我是在魔戒 遇到神王大人的 他没有 菲里跟他解释 自己与奥萨罗之间的关系 不过他直视着 伊夫罗迪特 希望他能 从他的眼睛里面 看到他的严肃认真 原来如此 伊夫罗迪特 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是我误会了 说着 他帮怀里 正在吃棒棒糖的小牙 捋了捋毛 小牙舒服地 发出可爱的声音 苏菲也笑了起来 其实我知道 霹里服集是神剑的魔兽 只不过有些好奇 伊夫 就因为小牙 你才会认为 我和神王大人很熟吗 他问得相当地含蓄 可他知道 奥萨罗也因为小牙 误解了他吗 我也好奇 坐在苏菲头发上的小腰 也开口说话 他眼看了看小腰 伊夫罗迪特 微微一笑 他又取出一个棒棒糖 递给了苏菲 然后才到 霹里服集神剑 虽然有不少 可是小牙 这个品种的 却是极为罕见 神王很少送人 这个魔兽 即使在魔剑 所以 我以为你是他的女人呢 苏菲拿着棒棒糖 呆了呆 他的话 令他想起了奥萨罗 见到小牙时 脸上的怒意 可是 伊夫罗迪特白白爽 别介意 你身上有着一种 奇怪的气息 刺魔非魔 刺神非神 感觉上 与创世神大人有点像 也有点不像 哦 不只是你拥有神魔血脉 也许 我说不清楚 反正我一到这里 就感觉到你了 再加上 这只小牙 我就 他的说法极为新鲜 不过苏菲 向来搞不清楚 自己身上 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 创世神吗 他苦笑一下 没关系 只要不再误会就好了 伊夫罗迪特的面容 变得柔和而安详 他的唇角 勤起了微笑问道 魔王大人的伤势痊愈了吗 苏菲点点头 嗯 他说他已经没事了 他并不意外 他知道奥萨罗受伤 和魔戒大乱的事 很难相信 这两人是兄弟 他们长得一目一样 可是个性就相差那么多 伊夫罗迪特伸出手指 一只慢疼温顺的小蛇一般 缠绕上他的手指 每次看到魔王大人 我都紧张 能离多远就离多远 可是却怎么也无法抗拒 神王大人的笑容 我想 大多数女人都是这样的吧 不论神族 魔族 海族 人族 甚至精灵族 他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韵 眼睛闪着亮光 看他一副小女人的样子 苏菲暗暗惊讶 假如外面的精灵们 见到他们的女神这个样子 不知道会怎么想 诺维尔的笑容虽然很漂亮 可是他却更喜欢 看奥萨罗淡淡的笑容 想起遥远过去 他对自己微笑着的样子 没来由的 他的心不由得揪紧了 奥萨罗的确是不常笑 他垂下眼睛 不愿意泄露自己的伤感 他总是能扰乱他的心 怎么 你见过魔王大人的笑容吗 伊夫罗迪特注意到 苏菲对魔王大人的窗户 但只是好奇地望着苏菲 没有指出来 苏菲深吸一口气 他也迎上她的视线 纯便站起了一抹微笑 是的 我见过 伊夫罗迪特正住了 苏菲眼睛里的温柔和迷茫 太过特别 纯便的微笑太过魅惑 他对这个女孩子的印象 一下子就变了 你跟魔王大人 他犹豫一下 你们是什么关系呢 苏菲一愣 没有想过生命女神会这样直接 他不打反问 那你和神王大人是什么关系呢 我当然是他的 伊夫罗迪特忽然停下 他张大眼睛 你是奥萨罗的人 啊 不等苏菲分辨 只听得伊夫罗迪特叹息道 刚才我说的话 你都忘了吧 其实魔王大人 从前不是这样的 因为一些原因 才是他把自己的心 封闭了起来 是锁起来吗 苏菲紧紧地盯着他 伊夫罗迪特 正联系地望向他 那份联系是对谁呢 对他 还是奥萨罗 神王大人说过 这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 恐怕就是魔王大人的心了 伊夫罗迪特拍拍苏菲 仍是紧紧地攥着棒棒糖的手 伊夫很理解的样子 很辛苦吧 苏菲摇着头 辛苦 他不觉得 伊夫罗迪特口中的奥萨罗 似乎与自己认识的他 不是一个人 最坚硬的心 他一点也没感觉到 假如最坚硬 他就不会为了摩戒子民 以一人之力 去抵抗那凝聚而成的杀戮风暴了 假如最坚硬 他应该会干脆 把她丢在战场上 不予理会 毕竟那时候他对她来说 只是个陌生的人族女孩子而已 假如最坚硬 他就不会为了她 将她从法则的攻击里拯救出来 毫不犹豫地用掉身上 大量的宝贵鲜血 假如最坚硬 他就不可能为了保护 他的家人安全 而暗中派出那么多魔族高手 只因为他的意愿 不 不要想这些 苏菲提醒自己 他现在不是应该硬起心肠的时候吗 必须知道爱是什么 他必须知道信任是什么 他必须知道 他与他之间是平等的 当然 他也必须知道 他爱他 以自己的方式 他为什么 苏菲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说奥萨罗为什么 会把心锁起来 伊夫罗迪特 抚摸着小牙的手一致 他垂下的睫毛动了动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只是一种感觉而已 从前的时候 创世神大人很喜欢开玩笑 他总是当真 然后被整到 后来 他就越来越冷漠了 现在根本就是巨人千里之外的 只是他吗 诺威尔呢